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罗怎么样帮助加拉太的教会 第四章第一节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圣经里面常常这样 来比喻一个幼小的孩童 跟一个成熟的孩子 而圣经里面 保罗将来称呼 一个幼小的孩童 与仆人是一样的 意思是他的身份 还没有到可以承受产业 还需要一点时间的磨练 那么第二节后面这样说 他说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到了 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章讲过 那个师父讲到的是律法 这边告诉我们说 为孩童的时候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那个日子 那个日子事实上各位兄弟姐妹 已经成就了 因为那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献上他自己的那一日 阿们 第三节这样说 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阿们 各位兄弟姐妹 保罗在这里讲到律法 讲到律法底下 他受管于师父小学底下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保罗他特别在这里 讲到律法 那对我们来说 什么是律法的生活呢 我们都喜欢上教堂 我们去教会聚会 我们也奉献 我们参与服事 这些都是好的事情 是非常棒的事情 许多时候我们这样说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他就会经历这些事物 并且他愿意 乐意顺服在当中 但如果我们的生命是 当我去到了教会 我想到的是 圣经里面说 不可停止聚会 于是我在我的生命里面 不断地告诉我自己说 我要聚会 我不能停止聚会 如果我停止聚会 那么我就不符合资格 我就守不住律法 我就是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 或我就是一个 不爱主的基督徒 于是我因着恐惧惧怕 而我上教会 那么对保罗来说 他说 那么如果当这件事情发生 当我们是靠着这个逻辑 来去聚会的 那么律法的生命 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断地发生 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是 如果我们不奉献 那么我们就是偷取神之物 如果照着马拉基书 第三章第八节 好像因此我们想的是 好吧 为了不偷取神之物 我就乖乖地奉献 或者是为了要得着 那三十倍六十倍 一百倍的祝福 为了要得着 那敞开窗户的祝福 所以我肯定要实意奉献 但是如果我们是这样子 来到神面前 事实上律法的眼光 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意思是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是自由的生活 我们可以自由的聚会 我们可以自由的奉献 这些都是美好的事 但保罗要教导我们是 不要被律法所挟制了 不要好像你应该是一个 成熟的儿女 但当你又回到 律法的限制底下 那又成为一个 不成熟的儿子 不成熟的儿女 圣经的经文说 那是一个世俗的小学 哇 原来对于保罗 在保罗的眼光里面 在律法的生活 那是一个世俗的小学 第六节说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里面 进入我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事 后面的经文 保罗更这样说 他说 第九节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回归 那懦弱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第十节说 你们谨守日子 月份 节期 年份 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 是枉费了功夫 各位弟兄姐妹 对于保罗来说 保罗说 迦来太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们本来在恩典当中 在旧恩里面 你们不是律法底下的儿女 你们活得很自由的 为什么要人教导你们律法 好像告诉你们说 你们必须符合律法 你们才符合一个基督徒的资格 于是保罗说 我为你们感到害怕 各位弟兄姐妹 事实上神从来不希望我们惧怕的 因为惧怕里面是不完全的 在爱里为得完全的 惧怕本身就带着刑罚 对吗 所以保罗他为一件事情感到害怕 那个害怕是因为 他说当一个基督徒 当一个神的儿女 用律法的方式来生活 用律法的方式来衡量 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定位 用律法的眼光 来衡量自己属灵的生命 那么保罗说 这是一个让他感到害怕的事 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有些基督徒 他远离的教会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没有办法符合 教会所提供的律法 教会说 你必须要参加聚会 而且不只参加一次聚会 要参加两次聚会 参加两次还不够 你还要来打电话 你还要来参加这个服事 那个服事 教会会告诉你说 你不能只奉献一点点 你要十一奉献 十一奉献还不够 你必须比十一奉献 还要更多的奉献 你知道当人面对 这些规范条例的时候 人的感觉会因为 我没有办法达到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或也许是现在我有困难 我没有办法做到 或者是我的时间 没有办法符合 这些规范 你知道人 还记得我们讲说 亚当夏娃他们 第一个反应是 他们躲避神 如果当一个人 他用律法的眼光 来衡量这些规则 这些条例 人会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离神的家 远离教会 所以哥伦姐妹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教会的规范 组织架构 这些是好的 但是我们的眼睛 需要有一个 不是律法的眼光 来衡量你自己 我们需要知道 保罗告诉你说 你不在律法的咒诅底下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达到每一个人的要求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达不到 我们自己心里面 所定的标准 但保罗要告诉你说 那个定罪的生命 那个咒诅的生命 已经不能再影响你 因此你只要做一件事是 你只需要回到神那里 你只需要回到 神所祝福的恩典当中 你只需要再回到 在救恩里面 耶稣所为你预备的祝福 因此你就可以知道 不是律法能够来 衡量你的价值 也不是在这个环境当中 所要规范你 而你没有办法达到规范 你就灰心气馁 圣经要告诉你说 对于保罗来说 保罗他责备 加拿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 他说你们谨守日子 月份节期年份 我为你们感到害怕 意思是各位弟兄姐妹 神赐给我们一个自由的生命 我们可以乐意遵守 但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律法来遵守 我们如果把上教会当成是一个律法 如果我们把奉献当成是一个律法 如果我们把跟弟兄姐妹的团契互动 或者是在圣经里面许多的规范 当成是律法来遵守 对保罗来说 保罗要告诉你说 他要为你为我感到害怕 各位弟兄姐妹 神赐给我们是一个成熟儿女的生命 是一个可以承受产业的生命 你并不用因着律法 或你行不到律法的要求 或你行不出 你符合不了规范而感到害怕或恐惧 因为那并不是神他乐意见到的 对于保罗来说 他知道我们必须从律法当中 得到真正的自由 那么你才有真正的能力和力量 去面对这些规范 这些原本设定是对我们好的事物 保罗知道这些能力的来源 不是来自于律法的要求 乃是来自于我们真正领受了 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福音 在福音里面你有真正的能力 在福音里面你有 你有一个强大的信心 是耶稣要赐给你的 你能够跨越律法的要求 保罗要告诉你说 你已经是儿子 而且是可以承受产业的儿子 因此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让律法成为你的规范 把那个律法的眼光 从你生命当中来挪去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神帮助我们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主帮助我们 把律法的眼光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拿去 让我们在看见 生命里面各样的事物的时候 我们不是用律法的想法 律法的思维来面对 我们乃是乐意顺服 因为耶稣基督 你已经成为我们 所有一切的咒诅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 以至于我们面对 一个属灵的生活 面对教会的生活 面对弟兄姐妹的互动 让我们不再受那个罪恶感 让我们不再受那个律法 所带下来的咒诅 而感到懊悔 而感到难过或感到不配 因为我们知道 你已经确认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 就是那承受产业的儿子 谢谢主耶稣 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